马爷一听 邓小平来了 来神了 马爷说 我这乒乓球这个水平 也就是次于国家队 那你说 我这个头两年还去这个国家训练场 就是训练基地 我还跟他们打过两下 不是 这个是 乒乓球就有一个好处 只要你会一个基本的答案 那你任何 你只是输球嘛 这也没什么丢人的嘛 他们那个训练 然后是还要选择有天赋的运动员 你觉得你是有天赋的乒乓球运动员吗 显然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不是那种 真正的就特别有天赋的 从小的时候 选才上来讲呢 教练不认为我是有 就是一个好瞄子 这个身高不算天赋吧 个儿矮算乒乓球的天赋 就是因为个儿矮嘛 包括这个在我之前 在我之后 都没有我这么矮的人拿世界冠军的 所以确实从选才要求上来讲 不符合选才的要求 你比这回这个伊藤美成是高 你比他还低一点点 他高他高 哦 但是你看 道人亚平手里就说 我矮啊 每一下都是扣球 每一个球都是机会 看球全是高的 那那那还是有天赋的 你说任何人经过刻苦的努力 都成为世界冠军 这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天赋 天赋我原来认为占60% 我现在甚至认为占80% 这80%是上天给你的 你没有 你凭借你努力 你是没有这个 行 业余教练说完了 专业再说说 就是 对 我现在 一定要说真话 你不能瞎鼓励人家 我现在说有一种天赋 是身体上 身高上 这些东西的天赋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像你们比赛到高精尖那个程度啊 有没有一种心理上的天赋 一定有 就是毫离之间的这个这个差距的时候啊 对 我就觉得那你像咱们肯定就怂了 你都到不了那份就怂了 你那份远着呢 真的 心理素质嘛 我们简称叫心理素质 小的时候其实这个竞技体育选材啊 他难就难在心理素质上的这个选上 因为从小的时候刚才马爷说了 其实他是从客观来看一个孩子 因为小的时候选材 你就是看你胳膊腿长短 怎么样父母 你要像体操运动员要选的话 还要看看爸爸妈妈身高 太高了他也不行 那打篮球打排球 也得看看爸爸妈妈 你到底能长多高 他他这个客观条件 确实他一开始选的时候 他只能选客观 但谁也看不到你的内心 谁也看不到你的这个意志品质 是吧 所以这个是最难的 你你只能选他的这个外在的身体的条件 但是你你觉得他练的还挺好 练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一打比赛就说了 有的运动员就爱紧张 运动员他就有的运动员呢 所以这个呢就是从小说很难看得到就是就是基层的就是我们的启蒙教练是很难看到孩子这样的一个天性的东西 这是天性 我们讲这是天分 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心理素质就是好 他就是擅长于说打硬仗他就敢上他敢往上顶 他可能球本来不咋地 但是你说有时候大家难受的时候吧 说我上 哎他就有这劲儿 他有这个有这样的运动员 有的这个不是培养成 他不能弩 他不能弩 他不能弩着去 就在心里不是那么强 他非说我装就装不出来 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在内地看体育比赛 那个评论员特别多的强调心理素质的问题 但是呢在你听英文的解说和听广东话的解说很少讲这个 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话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比心理素质了 对不对 技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态 对对对 这些像心理辅导一样 而且他会指导他 对不对 运动员最好把前面的分数忘掉 嗯 从现在开始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比较看重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顶尖运动员的话 包括教练 包括运动员 其实我们打到最后的就是看心态 就是看你的心理素质 就是大家就是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包括这个对手是这一个阶段 比如我们一代人 这一代人是天天打的了 像现在的像孙领沙跟一腾美成两个人 就这一次的吧 对对对 这一次的他俩俩后边十年都得他俩打 哎呦 那天也打了 我一看就都是娃娃脸 就是00后 00后 对真的是 那就像我们那个时代 像我跟乔洪我们两个人 那就是打了差不多八年十年 就是我们俩 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的对手 朝鲜的呀韩国的呀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对手 那这一代人 小三吃力 对这一代人 就是他我们叫一代人 就是一批 这一批的话 那他永远在那 就像羽毛球的林丹跟李宗伟 那道理也是一样 他俩得打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实力接近 对 就看心理素质 是的 有的人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说这次孙颖沙 说孙颖沙实际上实力就是比一腾美成强 你们说的这个实力又是根据什么标准说他比他实力强 实力讲的是技术 那你能说一腾美成技术在哪方面就差过孙颖沙 是的是的 比如说哪方面 比如说 那因为这个奥运会做了一些复盘 对 然后当然大家很爱看了 然后好多人也给我留言 说你这个复盘是不是太细了 这个细了以后呢 很细致的讲 每一局的分析 然后呢日本人学会了 这样子是不是就 把招偷过去了 对对对 出卖国家机密 刚才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总体来讲吧 我说的是假的 给我们说点假的 是为了骗日本人 对对对 给我们说点假的 所以咱们说完我要听这个 像这个整体来讲呢 一腾的球呢 它的变化和它的这个发球的 尤其它的发球变化会比较多 大家可能看它的动作也是 很夸张 对对对 比较多的变化 包括这个跟我们发球不太一样 这个 这比较夸张就像您说的 动作比较大 然后呢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是它的特点 抢的比较狠 就是打的也比较狠 总体的打法呢 跟我很相似 总体打法跟我很相似 哎呦我是不好意思说 我就这么说有点 有点取尊你了 哎呦我说这 他这个 但是他有种那个劲头 是的 他呢总体的实力不够厚 哦 就是它是靠变化和这个快速或者凶狠 那么前一两下两三下的搏杀 对他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那个比较凶狠吧 那个样子可能感觉上来以后呢 我们打几个球以后呢 被他那个气势可能被他罩住了以后 感觉你很难受 但实质上来讲呢 如果打到后边一点 打开了就不够 稍微得打后边一点 前一两下扛住他 然后呢适应他的速度 适应他的这种搏杀 然后打成实力球 那是我们一定上风 因为我们整体的 现在的打法 是弧拳加快攻 这样的一个打法 我们又有旋转 又有速度 我们还有力量 所以说呢我们打到后面 是我们占优 所以整体的后视程度 我们讲实力 这是实力 这真正的实力是在后边 那是我们要比他强 但是呢 所以说这一次的比赛呢 就是孙颖沙好在哪呢 就是你强的时候我也强 你博的时候我也要博 就是强强对抗的时候 我一点不示弱 就是不能让他只摁着你打 有一局 有一局他占先的 好像是第二局吧 9比3 9比3 然后给他扳回来 扳回来了以后呢 他气势上就弱了 对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一局 其实啊 那个时候挺危险的 因为中国老百姓啊 高度关注 是的 对不对 这一场要是输了的话 后来成梦 压力就更大了 整个这个事情 对 当然国际拼携肯定很开心 对不对 对促进乒乓球全世界发展 是有好处的 一层贡献非常大 当然 可以说 没错 然后做了很多 然后做了很多那个 敦煌的飞天的那个动作 真的有很多 所以说 国际拼携 国际拼携 这么多年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败中国 就是要让乒乓球成为一个能够竞争的比赛 在他们看来 这个比赛已经没法竞争了 中国队出去又是跟海外兵团打 对不对 海外兵团又把全世界先扫掉了 留下来的精英跟中国打 所以出了一个一层每层 客观来说 对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对 是有贡献的 没错 但是老百姓的那个那份情绪啊 点击率之高 你看他跟那个后来单打的那个半决赛吧 对 收看的人之多 还有真是贡献很多 你说这个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 咱们这个亚平带来的 就是你看他主要是他现在 就是个贵妇犯了 哎呦 哪里哪来的贵妇 我想唤醒嘛 咱们当年这个回忆 然后接着之后呢 你看他讲讲义腾美成的发球 我觉得挺逗 来咱们看看 哦 你们还有准备呢 对对对 当然了 看这当年邓小平 3 2 2 3 4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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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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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 那输多大呀 哇 不一样 这个是97年 1997年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游戏运动员动作 剧情运动员我都不说了 日本的队的 特别夸张 安静 有点像 这一下就行了 中国队的八球呢 特点是什么呢 前面动作都很小 然后 蹦一下 特别快 这是我们跟他不一样的 然后帮完以后的假动作是有的 我们是迷惑你的 在前面那个 中国队不大错的 我这我发现还真的是 要不说过去看那个 日本50道那电影你发现没有 都是预备动作很多 他这个是故意这么弄的 还是说是他个人的 真的技术上需要的呢 就这套花枪啊 不不不 技术上就是这一项 我就看这个伊藤美臣啊 这个发球的时候都露回头了 就这 就是脚碰着他都倒过来 这儿是桌子 他都这样 然后他就先看桌子 说桌子什么都没有 然后看球 游球其实是 他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点仪式感一样 就我真的就对了 但问题是 他刚才吴亦中说了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 真是武士道 对 日本文化中他很注重这种仪式感 这种仪式感 我们是讲究实用 你看他在说的时候是很实用 所以以前的都没用的 都没用的 那对 是不是啊 他就是个文化嘛 文化他 那所有的教练都会告诉你 你比如咱们真出一个运动员 这么干的时候 这教练员肯定上来 就说你别跟我玩 对对 没有用的 那倒是 花架子 对对对 但是他那边不是 他就是要这个 你比如你看日本的那个剑术 日本的那个那个剑术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一定要有一套仪式感的东西 功本武藏 对 而是我注意了 他那个转来转去不同的转法 对是的 然后主要不同的转法 那按我 我说我们要必须宽泛一点 看待这个世界对运动的一个态度 没错 他是他的态度 对 你看着很高兴就行了 对对对 你不能要求他所有的人都是按着一个路数去打球 是的 过去现在很少了 过去那高抛球 抛那么老高 很多人愿意看这个过程 对吧 那就是我觉得 要允许在乒乓球运动员 大部分人是对这个东西是负面评价 是吗 当然了 我挺爱看的 公众对它它是负面的 但是我觉得你负面的是你个人的事 但是不能宣传成一个整体的情绪 你看这次这个日本运动员的出现 对我们都是很兴奋的 对不对 大家经过一次这个对抗 而且是有强度的对抗 你要上来全是 全一上来就9比0 一会11比0全给淘汰下去 大家看这事有点没劲了 对吧 所以这次我觉得对整个乒乓球运动的 就是再度提高是好事 是是是 允许 允许挤眉弄眼 是吧 就是人家怎么 运动员都有他的小怪癖 这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样强度的体育运动中啊 它加强了娱乐性 其实是一个好事 看着多开心啊 干嘛要说上去 每个人脸色都特凝重 是吧 就是要有人出这种 还有人搞怪呢 没错 而且我就是说 还不是说是娱乐性 我真的里边看着真惊了 就是你如果说他那是日本 日本文化 对吧 我在咱们运动员里我学到点 因为我这我的弱点心理素质 我发现呢 这个这次奥运会 我感觉中国的这个运动员啊 这个也有一种提振心气的方法 嗯 我发现他们爱喊 嗯 你看最后女排 就是女排前头输了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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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最后两场不都赢了吗 嗯 明显的啊喊叫声比对面的大 嗯 就是一旦打赢一个球 那帮姑娘啊 我觉得是不是教练让他们 哎我你为什么 你你喊的是什么呀 你当年 他们说有人说好像说 有人都拼出这个音来叫 书煞 我学的不像 你你你你喊的是什么呀当时 煞呀 为什么要喊煞呢 煞 就是就是反正就是觉得 煞呀 多煞呀 这这这爽啊这个 煞什么意思 煞什么意思 煞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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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煞 这是你小时候打球本能的吗 还是后来跟这个队里的传统 都这么喊 反正队里头 大家打球的时候 给自己鼓劲嘛 他确实也喊 各种喊的声音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煞比较方便说的 现在羽毛就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 他们说那个 徐老师真是毛儿 哈哈 说是那个 有有有有 张继柯 张继柯喊的是 呦 呦的时候就表明什么 他在准备 然后他要是 长达三秒的 呦帅 这就是赢了 哈哈哈哈 这么复杂 哎 这个就是喊叫声 嗯 是能够让自己状态 肯定 一定是这样的 肯定 你 包括自己有时候可能还会自言自语 就是有时候你发现运动员在自我提醒 在自我提醒 你看看网球是 看网球是最清楚了 就这些运动员 网球是最克制的运动 不到最后一分 他不能洗心预设 嗯 但他打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球后来 他自己做的那个表情 摔拍子 自己鼓励 就说明他当时的状态 不过我的一个问题 我赶紧问 那现在专门 我们要有人半夜 伊藤来培训练的 他也要搞这套花的动作吗 那倒不需要 那不需要 你管那干嘛呢 你就盯他的手就行了嘛 他万变不离其中 就把球里发出来 你管那多少那花样子 你管那干嘛 你就盯他球就行 因为我在想 要不然这个 永远他的球 就那么几个旋转嘛 是吧 侧上旋 侧下旋 然后直着的转和不转 然后急球 急下旋 就就他这个 然后勾球 勾球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球是这样转的 这个侧旋是这样转的 他无非就这么多的旋转 这么多的东西 你剩下你那个都不重要 剩下就是这个 那勾球的 勾勢发就这样子发的 这个旋转是这样过来的 你知道你该去怎么接 你就练就好了 然后这个左侧的 不要给他搞混了 侧选的 这个侧应该怎么接 是吧 然后平球的 转不转的球怎么接 急球怎么接 急下旋怎么接 大概就是 无非就这么多的 发球的旋转和变化 这么多年来 技术的发展变化大不大 比方说你们那一波 到后来 他们这一波 到现在的人 除开体力的因素以外 就你打得过他们吗 就这些运动员 完全不一样现在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是小球 现在换成大球 我们是21分 他现在11分 那么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就是 小球对于我们的要求更高 因为小球的速度更快 旋转更强 大球反而 速度掉下来了 旋转也掉下来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 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哦 那意思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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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就是说 像这样的把这个技术要求降低 其实是主要还是有利于更多的人 能给我们能够有抗衡的能力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 你看他所有的这个比赛 包括解说 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过去上来就是强调前三把 你看现在还有人强调这事吗 对对 不重要现在要强调相持 就是你后面 能不能扛住 现在很难再说什么 发球抢弓这事了 没用 过去就发一个球 你回的不好 一把扣死 这事就完了 现在你千万不要想这一把能扣死 你要这么想 那你就死了 现在运动员就是 就是他能够相持的能力 就是在被动 这个经常就是十几个回合的时候 运动员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都可以把球打回去 这在过去是很少看到的 对 这关键在哪 刚才马爷说的是对的 这个关键在哪 就是他的技术的要求降低了 因为这个的技术是中国队最强 就是我们玩技术玩的特别好 要是他不改规则 那更加没法打 那更的没法打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技术玩的好 我们的前三板 我们的发球 我们的台内控制 就是这些小的东西 这些小的技巧的东西 没有人能跟我们抗衡的 那么所以说打小球的话 我们发球好 我们就抢弓 抢弓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打死你 对吧 然后再连连一个两三把你 我就是主动的 那么反过头来呢 这个别人就很难 因为技术是很难提高的 为什么他一头每尘 在苦练 晚上不睡觉 多练练 也赶不上咱们这个技术程度 这为什么呢 这技术差的挺远的 这技术很多东西 它是需要 真的要好的教练教才行 真的是要手把手 要告诉你该怎么打 你的那个感觉 它是非常细小的 球感 球的感觉 细小的感觉是非常多的 包括技战术的这个打法 包括你的这个套路 我们讲 所以现在呢 刚才马爷说的是对的 就是什么呢 球一大了以后 就是现在的旋转掉了以后 你的发球很难 发的很转的球 那么发球很难 又很转的球以后的抢弓 就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形成了台内直接拧拉 可能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技术 就是台内球直接用反手这样拧拉 啪一下 对 对 你看为什么以前没有 以前那个球太转了 不不不行 你拧就掉下来 你起不来 你起不来 你没有这个手腕的力量 起不来 它旋转太转了 现在的旋转没有这么转 它这个力量是起得来的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是什么呢 上旋球比下旋球要多 原来我们那个时候相对来讲 下旋球还多一些 控制 你起不来嘛 你只能摆短或者批长 现在都不需要 啪起来 嘎嘎嘎嘎就开始来了 怪不得 所以现在要我们 年轻要需要什么呢 需要力量 现在需要力量 而对你的技巧要求 没那么高了 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我们那时候必须要有技术 没有技术 你根本过不去 你算是在女运动员里 你算是力量大的那种类型呢 我技术也很好 一样都不缺 那不能缺 所以我觉得你看 到了这个你评球的时候 评他们球 我发现你经常说一个什么呢 就打到一个赛点啊 你看他经常说一句话说 这个伊藤美晨 他这个时候他想赢了 所以他这个 就动作就有点走行 讲的是心理 对他就讲啊 就打到某一个比分上 他就说看你看 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啊 有点想赢了 有点想赢了不对吗 有点想赢了就输了吗 就是发挥可能不正常 有点想赢的就是 你想法多了以后 你就不是按正常你的水平去处理球 或者是你正常 你不是该发力了 你就是应该发力 是吧 但是你一旦想赢了以后 你出手就没有这么果断了 这个是我们经常说的意思是在这儿 就是说他想赢了 事实上来讲呢 他没有像一开始出手的时候 那么果断了 他如果他没有出手那么果断 对于伊藤的这样的打法 他根本不可能赢到中国人 因为他的打法 就要靠他的搏杀 如果他没有搏杀 根本赢不到中国人 哎 你想这个万法都通啊 今天亚萍带来一本他这个书啊 我觉得正好说到这个事啊 好久你看他这说宣传词 他现在外号叫大心脏世界冠军 我跟你说这不好 心肌肥大 不太好 大开心脏 这里边我发现咱俩是知音 你这个事 我过去在节目里讲过好几回 就叫目的性颤抖 而且这个他讲的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咱们更 真做了功夫啊你看 不是 临时饭呢 就是啊 什么叫目的性颤抖啊 就是说咱们认那个针 缝衣服的针 你发现没有 你对那个针眼啊 你越对着他你就抖 这就叫目的性颤抖 你反而如果你真的无所谓 你抖一下 他本来是能进去的 哎 您给我们讲讲这种 我发现啊 在我们事业走向成功的 各个行各业 包括我们主持节目 有这个东西 就是觉得这个节目要做好了 那个时候啊 就有点问题了 文涛就目的性颤抖了 就目的性颤抖了 或者说你比如说具体的一个演讲 对吧 讲了三分之二 感觉讲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啊 真的不能有杂念 你还必须沉浸在你这个演讲里 但是有的人呢 讲了三分之二的时候 突然觉得 哎呦 这要是一个成功的演讲 马上 就完了 你看跟运动员是不是一样 那怎么样避免这种 太想赢了 嗯 其实蛮难的 我同意他说法 这个事教不会的 要教会了就简单了 他写这书里边有招啊 对对对 你说什么招 其实蛮难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其实这个感觉我心理素质蛮好的 从小可能是因为看我打球比较放心 这是大多数人给我的一个反馈吧 就是好的球迷也好啊 这个这个 打心脏 也就是说 甭管我是顺风的时候也好 还是逆风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放心 我能够打回来 但是其实呢 所以这才有这本书吧 看看能不能给它总结总结 比如说我可能有比赛的时候的 临场的经验 对 我知道我该怎么去控制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打球的时候 我们那个还是主要是靠教练跟我们自己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心理的老师辅导 专门说你应该这样想还是那样想 我们还是更多靠自己的经验 包括教练告诉我们 你应该怎么样去控制你的紧张情绪 但同时呢 觉得从心理学 现在的心理学方面上 有一些很相似的东西 是完全说得通的 对 就现在的心理学 告诉你的东西和我们实践的东西 是相吻合的 理论加实践 好像大家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排除 这样的一些紧张情绪 比如说像你去面个试 是吧 考试 对 像这些其实都会面临很紧张的一个过程 确实像高考 人生可能一次两次最多了 对吧 那怎么去控制自己 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相对不怎么紧张 对 就像我们运动员 你就像参加奥运会 那你说奥运会谁不紧张 谁不想拿 是吧 你说运动员我们从小训练的目标是什么 不就是奥运冠军吗 但是真要去了 你在那想着 说我要拿奥格 你肯定拿不到 你肯定拿不到 但是你怎么放下 我们经常说 不想拿就拿到了 你怎么可能不想拿呢 你怎么可能不想拿呢 对 是 就是所以他难就难在 就是说 我知道我天天为了这一个目标去的 结果我现在要去了 但是你还得不能想 你还得把它放下 哇这个事情是难做的 但是是有方法的 还是这句 就是还是有方法 交一点 这个方法呢 其实呢 这个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呢 就是专注在你的每一个过程 比如说像我来讲 我会专注在打好每一拍 每一个球 每一局 每一场上 我不用管他 今天我今天赢了他 我咋地了 今天我输了又咋地了 你想那个结果是没有用的 因为必然会有一个结果 随着时间半小时一小时 一定有个比赛结果 以后讲经多少 暂时先别想 哦 越想越糟糕 我告诉你 我一看那个 就多错开始是吧 哈哈哈 然后实际上来讲 就是专注打好你每一局球 就是说简单来讲 打好每一分球应该 每一分的过程当中 有每一分 有每一拍球 因为现在大家回合很多 它的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 对 你一拍质量不高 马上你就转被动 你一拍打好马上转主动 对吧 也很懂 就是它的攻防转换 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的发球发不好 我两分球我拿不住 我就0比2落后 如果说我的 我的揭发球博好了 如果说我们 我们叫算球 我们不叫打球 我们叫算球 首先我们在发球轮里头 我必须拿分 因为发球是最主动的 它可以根据我的意图去比赛 我想发哪 我的技战术从哪去哪 打到哪 我发到哪 在哪等 这是按照我的计算出来的 我叫算球 所以我这两分里头 我们尽可能的要拿两分 我的发球轮拿两分 好了 该你发球了对吧 发球 你在接发球轮里头 也道理是一样的 人家也要拿分的 那你怎么办 抠 你要抠 所以比赛的时候 经常我会听我 要抠住 得抠住 哪个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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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抠的 抠这个分啊 一分一分的抠啊 我们是叫抠 要抠 意思就是抠 也不是抠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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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你的 因为你是接发球轮 你是被动轮 人家是主动轮 对 你要把分抠回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要从里头 最少搏掉它一分 最少搏掉它一分 那这样的话 不是3比1 我领先吗 等于四个意思吧 如果我能够拿你两分 我4比0领先 是这意思吗 好了 我赚到我发球了 我再拿6比0 您知道 我们比赛是这样打出来的 不是 啊 11分 怎么打 早着呢 早着呢 一分分算出来的 是这么这么来的 当你专注在你的每一个过程 和细节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忘记了你的紧张 因为你在专注 你要打好每一分 你还有紧张吗 不存在了 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忘掉 所有东西都放空掉了 已经 你就专注在每 这个当下 这个当下 就好比高考的时候 你就是做这个题 就是这个题了 对 全力以赴集中在这一个一个题上 是的 就别的不能想 雅萍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 叫抠啊 这抠的在北京土话里 它有例子啊 因为北京土话里 有一句话叫平地抠饼 对面拿贼 什么叫平地抠饼啊 就这饼不是你的 你才抠出来 他说抠的分也是 理论上讲 这分是对方的 对 你要抠出一分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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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